第185章 诸子挤挤一堂 只有黄子侠是莫等宦官 穿着一身玄清色衣服 四更刚过 天色尚未大亮 韩元殿亮着无数灯烛 灯火通明 而左右双阁因为无人 所以只挂了几盏小灯 也并无人召开 黄子侠向李叔白一点头 提起手中香龙 向着祥鸾阁飞奔而去 他暗色的衣服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并不醒目 把守的侍卫们 也只关注龙尾道上下的官吏们 并未在意有人在黑暗中 奔向了祥鸾阁 直到黄子侠爬上了栏杆 站在那里大喊了一声陛下时 正在殿门口排队的珠子大员们 才觉得不对劲 众人纷纷转头 看向祥鸾阁后 却见黄子侠站在最远的栏杆上 身后便是墨蓝的天空 正在风中摇摇欲坠 陈锋卷起他的衣媚 直欲随风而去 众人还未辨认出他是谁时 刚走上龙尾道的王运 已经看见了黄子侠 王运呆了刹那 对着黄子侠大吼一声 你疯了 快下来 王统领 请你不要过来 你若过来的话 我便立即跳下去 哪来的宦官 这是疯了 统领 我去把他拉下来 不 谁也不要过去 王运面色铁青 还手指住身后所有的侍卫 他回头去看李淑白 却见他悠然站在店门口 在人群中神情淡淡的 看着黄子侠 王运顿时觉得心头 一阵火烧上来 正在愤怒无措间 却听见身旁几个大臣 敲声议论 这 这不就是当时恶王 跳下香乱阁的情景吗 是啊 没想到旧将重现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当时 恶王指着魁王说 是他逼迫自己 而如今 要跳下去的人 却换成了魁王身边的小宦官 这 难道这小宦官 也要如前面那几人一样 来成痛复吗 说这话的人 语调诡异 显然不但想起当日 恶王跳楼时的情景 而且也联想到了 张行英父亲 跳下城楼的惨剧 噓 魁王就在此处 王运看着李淑白 不动声色的面容 再回头看 黄紫霞凌峰的身躯 看他在栏杆上 摇摇欲坠 只觉得一颗心 提在嗓子眼 却又不敢动弹 不敢喊叫 只能在这边看着 只听到黄紫霞的声音 远远传来 陛下 诸位大人 我在此重演 当日恶王所作之事 只为了证明 说上天有灵 我亦可失戒生仙 化为清烟而去 一派胡言 这小宦官何能何能 一望向生仙 然而如此说来 当初已然生仙的恶王 又如何会在香机寺后山 死于魁王之手呢 王运的心中 不由地生起这样的念头 他回顾左右 看见众人面上 都是如此诡异的神情 知道他们 也都与自己 存着同样的念头 他终于实在忍不住 对着那边喝道 你给我下来 这么高的成老 你何苦为了 点破这么一件事 赔上自己的性命 请王统领不必担忧 也不必到下面去寻我师身 因为我定会如恶王般消失 不留半点痕迹 话音未落 黄子侠已经晃亮了手中的火车 一纸地上说道 恶王焚烧了魁王送给他的所有东西 而我 也将随身的东西 一定焚化 诸位 告辞了 随着话音落下 他往后一仰 便向着身后的黑暗 跃了下去 手中的火折落地 地上一堆早已泼了油的东西 再瞬间腾起火苗 吞噬了面前的黑暗 也硬得破晓的夜空 陡然一红 王月没料到 黄子侠会这样 随便轻巧地跳了下去 顿时大吼一声 连眼眶都哄了 向着降轮阁狂奔而去 他身后的侍卫们 也紧紧跟上 一群人来到降轮阁后 他跳下的地方 却只剩得一堆杂物 再熊熊燃烧 一片寂静 王运扑到栏杆上往下看 却见下面 被照亮的广阔青砖地上 空空如也 他呆呆地趴在栏杆上许久 看见下面龙尾道 附近的两个守卫 正在跟下站的笔直 才大声地喊 你们两个 有没有看见有人跳下去 顶统领 没有 没有 是 连块砖头都没下来 王运茫然地回身 却看见 青灰色的破晓天色之中 有人站在住后 看着他 那人穿着玄青色宦冠衣服 念容如玉 正是黄子霞 见王运回头看自己 黄子霞向他一点头 多宠王统领关心 你 你没有跳下去 是啊 一切都不过只是证言法而已 黄子霞提起那个已经空了一半的香龙 与王运一起走回来 刚刚眼看着他跳下去的那些大臣 见他完好无损地与王运一起走回来 浑弱无视 顿时都诧异恶然 李淑白刻意忽视了他身旁的王运 只朝黄子霞说道 和诸位大人解释一下 你 或者说恶王 是如何消失在香龙阁之上的吗 是 其实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障眼法而已 这个障眼法的要求有三点 第一 必须要在黑夜之中完成 因为若在白天 一眼便会被戳穿 就完不成了 第二 必须要在事后烧一把火 才能彻底毁灭痕迹 不至于被人发现锁完的花样 第三 身上所穿的 必须是深色衣服 黑色最好 杨公公 别买罐子了 你赶紧跟我们说净注吧 发生的人正是崔纯湛 他性子向来急躁 又是大理寺少卿 对于此事最是好奇 本官当日也是在场目睹的人之一 可真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恶王殿下是如何消失的 其实此案非常简单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恶王殿下与我 选择爬上的栏杆 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位于七凤阁之时 恶王殿下 便选择在降乱阁左侧栏杆 这样对于右边的七凤阁来说 看过去便是正面最远处 而我爬上的 是降乱阁后方的栏杆 对站在寒云殿的诸位大人来说 也是正面最远处 换言之 这个办法 只能在面对面时实施 万万不可在侧面来看 黄子霞说着 从香笼之中取出一幅画 然后抖开 因为呢 这个办法 需要放置一张画 而画是平面的 正面看来可以相合 但若从侧面看的话 却只能看到薄薄一张纸 马上就会被戳穿 他手中的正是一幅黑底的画 上面留白处与栏杆一模一样 只是稍小一些 他展开画后的小木棍 又拉开一个折叠好的小木架压筑 示意给众人看 站在画侧面的人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而在画正面的人 却都震惊地发现 黑色的画 与尚且昏暗的天色 融为一体 白色的留白 正与后面的玉石栏杆相合 而站上画后架子上的黄子霞 正面看去 就与站在栏杆上一模一样 谁也看不出 其实栏杆的前面 还有另一层画上去的栏杆 而看似摇摇晃晃的 他的身躯 则正是因为下面小木架 不太稳定而导致 看起来 却与站在栏杆上的状态 一模一样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小说剧 三中路 我想 恶王当时起身 走向祥鸾阁后 便将早已放在那里的架子 与画布置好 然后引起众人的注意 而他在怒斥魁王之后 目的已经达到 便向后跳去 黄子霞说着 身子仰面 往后一扑 立即便消失在那幅画之后 看起来 就像是往后跌下了栏杆 但其实他的身子 就在画后面的地上 安然无恙 那么 这些留下的东西呢 烧起的时候 必定会引人注意呀 所以 需要一个借口 比如说 将之前魁王送给他的东西 一把火全部烧掉 只就不需要说了 木头都已浸透了油 自然是见火就着 而此时恶王殿下 只需要脱下 他外面的紫色衣服 往火中一丢 便可以躲在 翔鸾阁的暗处了 因为那一时 我注意到一件 十分奇怪的事情 那便是 其他所有人的中医 几乎都是白色的 唯有恶王殿下的中医 却是黑色的 紫色配黑色 显得很暗沉 一般人不会这样配 但他偏偏就是这样穿了 为什么呢 因为白色的中医 躲在黑暗中会十分显眼 紫色的稍好一点 但他若依旧穿着紫色衣服出去的话 一下子就会被人发现 对 所以他选择了穿黑色中医 躲在暗处 等到第一批侍卫过来时 他便可以套上准备好的轻衣 夹杂在其中 趁着混乱下了祥弯阁 立刻可以趁乱出宫 躲在香机寺 所以呢 所谓的尸解生仙 所谓的为朝廷设计 而不惜献身 内幕便是如此 在一片死寂之中 众人都忍不住 悄悄偷看李淑白 却没一个人 敢将自己心中揣测的想法 说出来 终究是为了什么 或是什么人指使 会让恶王冒着如此大的危险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去诬陷自己的四哥呢 他后来在香机寺后山之死 又是否 也有着如此 深不可测的内幕呢 还没等众人发问 殿内 殿中玉沁响起 皇帝已然临朝 虽然隔着远远的丹币 与鸟鸟熏香 但下面的臣子们 看见皇帝的面容 还是个个觉得诧异 三日的祈福 丝毫未让他有什么得意 反而面如死灰 步履蹒跚 几乎是倚靠在徐逢汉的身上 才能挪动步伐 那颤颤巍巍的身形 令众人不知所措 戴朝礼行臂 山呼万岁过后 殿内大学士 禀报了刚刚殿前发生的事情 殿内一片安静 皇帝那异常难看的脸色 更是加重了数分 许久 才听到皇帝的声音 微弱的 只有近在咫尺的徐逢汉 才听得见 他侧耳聆听 然后朗声说道 圣上的意思 死者已已 生者且擅自珍重 恶王已轰 朕不忍闻其过 就此接过吧 下面的朝臣们 顿时化然 料不到如此重大的事情 竟就此轻轻接过 不闻不问 就算不闻恶王之过 可魁王之冤 难道便就此消弭了 众人还在揣测 徐逢汉又听到皇帝圣语 代为传达道 圣上旨意 三日来 岛处不断 废情少时 是以气力不接 各位倾家 无需挂怀 经奉送佛谷出宫 由京城各寺 传送祈福 体目佛光 为社稷求福祉 为大唐 谋永定 赤 李静为传送使 上殿 静接佛谷 佛谷由李舒白 接入宫中 此时工人将佛谷舍利塔捧出 自然也由他起身 送出殿门 舍利塔十分沉重 赞银为和 只有一尺剑方 隔着银河上 镂空的宝像花 可以依稀看见里面的香宝 金果 金果内是御官 御官之内 才是佛谷舍利 所有大臣 跪服于地 恭送佛谷舍利 如三日前 迎接佛谷是一般 李舒白 依然手之柳之 在净水之中 沾水 左手轻拂舍利塔 右手轻挥酒下 黄子侠跪在人群之后 紧盯着羊之甘铃 洒于舍利塔之上 然后李舒白将舍利塔 自宫人手中接过 在众人的注视之中 从殿门口 沿台接而下 来到李健面前 李健深深叩拜余地 三跪酒扣之后 起身接过舍利塔 就在舍利塔一开 李舒白 要放下自己的双手时 视力于旁边的宫人们 一时都啊地惊呼出来 原来 李舒白的手上 赫然出现了斑斑血迹 十分的可怖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李健举起舍利塔 一看下面 依稀是两个血手印的模样 正与李舒白 托举舍利塔的双手相合 他大惊失色 不知所措 众臣正在议论纷纷 早已有人起身 朝着殿上奔去 拜扶于地 陛下 魁王虽证明恶王死前诬陷 但恶王毕竟在乡极寺 死于他手上 他定是被恶王揭穿真相后 怀恨在心 因此恼羞成怒杀害清帝 正是丧尽天良之人啊 陛下怎可受其蒙蔽 竟让他沾染佛骨 眼下 眼下佛骨显灵 魁王双手燃血 正是天地动怒之事啊 这人正是太子身边的田令姿 太子李轩最听他的话 立即跟着他一起在殿前跪下 见此情势 另有多人也纷纷醒悟过来 赶紧挤到殿前 各个赴云 天地动怒 佛骨有灵 正是要陛下及早发落 这个不赦之罪啊 臣等 请陛下及早发落 这不赦之罪啊 李叔白皱眉 看着自己的手 又转而看向 当时将舍利塔 交给他的那位工人 正是皇后身边的女官常灵 她一见李叔白看向自己 立即跪下 惊口道 王爷饶命 奴婢将此物交给王爷之时 上面甘心无比 不信 不信您看我这手 她颤抖着 将自己的双手 呈现在众人的面前 只见她的手干燥白皙 绝无任何血迹 殿前如此哗然 又加上太子等人公结 皇帝已经命徐冯翰出来问话 见此情形 徐冯翰赶紧让所有人 都回殿内去 李健抱着舍利塔 快步往殿内走去 长陵惊慌不已 跟在她的身后 李叔白沿着台阶走上去 在经过皇子侠身边时 对她示意 她赶紧跟了上来 王运抬手 一把抓住皇子侠的衣袖 她仓促回头 看见王运黯然绝望的眼神 皇子侠 你现在离开 我还能帮你 皇子侠 缓缓摇了摇头 将自己的衣袖 从她的掌中抽走 衣媚飘动 她腕上的金环 晃动了一下 那上面的两颗红豆 在空中分开一刹那 又随即顺着命定的轨迹 滑到一起 轻轻地碰触在一起 皇子侠捶眼 望着手腕上 这两点紧紧靠在一起的红豆 轻声说 多谢你 爸 我必须得去了 刚刚已经空无一人的广阔大殿内 如今重又挤满了人 在丹臂之下 离皇帝最近的地方 是李叔白 李健 和长陵 李健惊慌失措地 将舍利塔 举起给皇帝过目 陛下 臣借过来时 便是如此 不知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 皇帝的目光 在他身上扫过 挥了挥手 徐冯汉 赶紧拿金子给李健 他将舍利塔下方 沾染的血 擦拭干净 然后将金子 交还给徐冯汉 徐冯汉 自然觉得沾染了血迹的金子 有点个影 还在想要不要伸手去接回来 皇子侠在李健的身后 看着徐冯汉问 徐公公 奴婢可以看一看这个血迹吗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对写汉 我看着你 然后你 我看着你 那是对写汉 的写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